第174课,复习4,第4部分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借由做课程练习,你的座位便符合了 上主是爱,因此,我也是爱,这句声明 你是上主天心中的一个圣年 你是神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由你称为上主的源头能量所形成的 然而,这个世界并非由你所称呼的上主打造而成 但你可以从这个世界通向源头能量 这正是我们一起再次努力达成的目标 你选择进入分裂之境,并在此追逐你的偶像 你相信分裂是真实的,身体就是这个信念的证明 你那种种缺乏爱心的念头也证明了你相信分裂是真实的 如果你攻击任何人,口出恶言重伤对方,与其争执 认为彼此的利益是分开的 或者,你认为若没有得到自己想要之物 或是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之物 那将是不公平的 而上述这类错位都是依据你对分裂的信念 很多人会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如何加速自己的进化过程 我想要加入这个扬升过程,想要达成这些灵性目标 若是如此,你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看看自己对哪方面怀有恐惧的批判 对哪方面持有负面反应,对哪方面抱有自以为师的信念 你认为自己对某个领域撂弱之掌,可能是关于身体、政治、伴侣或任何主题 你对什么感到苦恼 你在哪里失去平安 那就是你的指标 它显示出你的座位乃是根据分裂的信念 而不是根据爱 当你处在有爱的状态 你不会苦恼烦忧 而会感到平安幸福 这里没有隐藏什么秘密 完全没有 你的导向系统是万无一失 且始终如一的 它永远会告知你的状态如何 因此,当你感到一丝的恐惧、怨由或焦虑 请在那个处境中添加爱 请在你的想法中添加爱 不论它是什么样的想法 请加以扭转 使它变成有爱的想法 如此一来 你就会加速自己的进化 此时,你会经历到 你选择爱多于选择恐惧、仇恨或批判 问题是 你有部分思想模式是经由你们社会的制约程式深置于你心中的 因此,不容易在意识之间改变它 这需要锻炼 你必会看到 二,我又批判了 哦,我又犯同样的毛病 你会看到,这似乎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不知不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换句话说 你的行为是不经思考的直觉反应 因此,慢下来是个好主意 你可以看到 当你太过忙碌 很容易就会发怒 感到迷惑 以及被煽动 这是因为你在无意识状态下运作 请慢下来 这样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内心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分辨出 二,刚才那个念头让我很不好受 反之 如果你忠实处在匆忙的状态 这是许多现代人的情况 就不会注意到那些感受 等那些感受持续一段时间 形成了某种动能 你已经很难回到爱的状态了 尽管如此 请永远对负面情绪怀抱感恩之情 永远心怀感激 请无谴责自己是很差劲的奇迹学员 而是说 啊 我在内心的某处看到了一个负面信念 我可以感觉到那偏离的轨道了 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苦恼十分强烈 我所获得的负面情绪反馈非常强烈 这表示我确实相信那个观念 尽管它让我觉得很糟 请为这个警示感到高兴 但是不要被表象梦骗 让你觉得很糟的 永远是你内在浮现而出的想法 而非外面的人做的事 激怒你的 永远是你内心的想法 你的心中有成千上万个不符合真相的观念 其中大多是你没有发现的 直到你生活中的某个场景 启动那些想法 使它们以负面反应的方式 浮上台面 因此 每当你出现负面反应 都要为此感到高兴 因为它揭露了你潜意识的一部分 请为你此生所有经验心存感激 它们都具有教育意义 包括你所谓的 好 是 和 坏 是 须知 坏 是乃是线索 让你知道自己的潜意识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很快再学